哈喽大家好,我是卷 这期视频想蹭一下近期上的电影《低路香》的热度 和大家聊聊张艾玲的原作小说《陈香谢低路香》 浮华堕落的故事之下 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 一位伟人曾经说过 《水浒》这部书 好就好在投降 做反面的教材 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下场 我们不妨在这里套容一下这句话 《低路香》这部书 好就好在堕落 做反面的教材 使人都知道一味地向欲望低头 片面地追求享乐追求自由 最终会有一个多么凄惨的下场 小说讲述的是 一个单纯的上海女学生葛维龙到香港求学 一位经济的拮据 不得不投靠她的姑母梁太太 这个姑母很早就傍上了一个老富商 给人做了四房的姨太太 老富商死后 靠着她留下的丰厚的遗产 她就每天过着声色全马的生活 格维龙住进了梁宅后 她清楚地意识到 姑母并不是好心地收留她 而是想把她作为一个诱饵来招揽男人 但是她为了实现自己的求学梦 还是决定留下来 她以为自己可以出于你而不染 只要我行得正 必得正 不怕她不以理相待 外头人说闲话 尽他们说去 我念我的书 将来遇到真正喜欢我的人 自然会明白的 绝不会相信那些无聊的留言 一看就是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很傻 很天真的一个女孩子 就这样 她开始跟随姑母 参加各种的酒会 聚会 文艺沙龙 周末派对 渐渐地被上流社会豪华 奢靡的生活所吸引 开始自甘沉沦 求学梦也被嫁个富豪的梦所取代 天边这个时候 她认识了乔琪 一个知名的花花公子 国月龙知道乔琪 除了吃喝玩乐 一点正事都没有 而且身边女人还无数 但她还是沉迷于她的温柔帅气 和花言巧语之中无法自拔 她固执地认为 自己会是一个特别的那一个 她可以用自己的爱情力量 让眼前这个男人浪子回头 但她的算盘还是落空了 葛月龙和乔琪 说到结婚之时 收到的却是全书中 最为经典的一句渣男语录 我不能答应你结婚 我也不能答应爱你 只能答应你快乐 与此同时 葛月龙又发现 乔琪和姑母的丫鬟思通 忍无可忍 她想逃回上海 可是却因为一场雨 生了病 耽误了行程 病床之上 葛月龙的内心煎熬着 回到上海 就意味着失去眼前的蛇迷生活 到社会上做事 又不见得有她这样美 而没有特殊技能的女孩子 适当的出路 此时 梁太太适时地出现在 她的耳边低语 乔琪 不是没有能力娶你 只是她这样身份的人 也不甘心娶个她这样的没钱的人做妻子 为了长久地得到乔琪所谓的爱 为了长久地享有姑母所提供的这种舒服自在的生活 葛月龙决定彻底地放下自尊 将自己的色相 作为挣钱的资本 做了高级的交际化 一个单纯 自信 试图保有独立人格的女性 最终被社会 污浊的大环境所吞没 陷入了花天酒地 只对金迷的生活之中 听到我这样的简术 即使你没看过书 我想你也能立马地想到 这个注视的主线 似乎非常的严肃 往它前面去推 19世纪 我们能立马想到 有弗洛拜的经典名著 包法利夫人 往它后面去推 21世纪 我们能立刻想到 曾经火爆意识的电视剧 《蜗居之中》 那个经典的海藻角色 正如诗人艾瑞特所说 作品不是作者个人天才的产物 作者个人的天才 只占1%的分量 大部分要取决于 你所依托的文学传统 詹林他的作品之中 所要探讨的问题 即人性的弱点 其实非常具有普世性 我们人类 无论男人女人 都生活在一个 巨大的悖论之中 我们接受的全部教育 都在教我们 如何意志的坚强 抵抗外界的诱惑 但是同时又告诉我们 要耗费并生的精力 去打造自己 去挑逗外界的诱惑 你要做一个纯洁善良的女人 但是你不能做一个 毫无限制的丑女 你要做一个 踏实专情的男人 但是不能做一个 毫无成就 毫无作为的丑男 所以我会发现 偶像就有一种 非常吃香的模板 对这个男人 需要是钻石王老五 或是掌管三界的帝君 金钱无数 美女数 荣顿无数 但是他偏偏又必须 得是个性冷淡 像冰山一样 而视金钱如粪土 为美色所动 这个女人呢 她最好是一个 以为自己是 丑小牙的白天狗 她却拥有 每个男人看得都 惊为天人 走不动道的美色 但她自己不能知道 她得是一个 不爱打扮自己 也不在乎这些 外表俗物的 品格高级的名字 我们能很清晰地认识到 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们自身很难达到这样一个境界 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就跟刚刚步入花花世界的格格龙一样 就是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自己虚荣心和自尊心的平衡 我们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爱情和虚荣 崇拜羡慕这些情绪 切割开来 但此时 作者张爱玲就给我们抛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 即当我们进入成人世界 走向社会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梁太太和乔齐这样的人大兴其道 他们还过得无比的舒适 我们还能守住内心的平衡 先说梁太太 我认为她所代表的是一类彻底不是规则 彻底践性利己主义 功利主义有限的人 没有人逼她做乙太太 逼她卖眼 她只是早早地对自己周围的现实 有了清醒的认识 把自己和周围人的一切可利用的东西都利用起来 步步为应 达成自己的目的 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 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 留住了清朝末典的隐敏风气 关起门来 做一个小型的慈禧太后 以色余人 刘须拍马 骑上蛮下 鼻梁为娼 等等 主要是能为自身换取利益的行为 这些人 无论男女 他们都能毫无心理负担地去做 这类人的眼中 所谓的价值观 不过是对于底层愚民的一种束缚和欺骗 一种同小孩子的东西 而乔启所代表的是既得利益者 彻底践性和享乐主义的一群人 而毫不掩饰自己情爱的泛滥 和对单纯物质享受的追求 因为这些似乎就是他一生下来就被赐予的东西 软饭吃的 心安里都 这样的人虽然不见得会像梁太太那样主动地去利用别人 去害别人 但他本身的存在也许就是一个祸害 为了自己一时的快感 常常不管不顾地把别人拖进欲望的漩涡里 虽然张爱玲没有刻意地揭露批判 封建专制和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摧残 而是专注讲好一个关于男人和女人完整而有意味的故事 但是他对现实的批判已经不自觉地从他笔下跑出来了 在张爱玲看来 人不断向上爬的过程 就是一个不断把自己置于诱惑更多境地的过程 除非你安逸现状 否则无法从这种不断加强的物欲 情欲 性欲的轻压之下逃出来 你只能不断地去面对更加让你不寒而栗的肮脏 复杂不可理喻的超过现实 不断地搭上自己为数不多的本钱 但是当极端的想乐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人 充斥在我们周围 充斥在社会之中 并且活得很好的时候 我们是否还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心安理德 去责备那些普通人 没能坚守着美德 没能坚守着高尚的情操 没能坚守着高贵的平衡 一个人的腹化堕落 到底是外因大于内因 还是内因大于外因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 在我们批判鬼龙之事 脑袋中是否也会回荡着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那句 每当你要批评别人的时候 你瞧气着 这个世界上的人并非都具备你所谓的条件 所以在我看来 滴炉香并不仅仅是讲的是一个 渣男渣女亲亲爱爱的故事 也不仅仅讲的是一个 女性无性根源的故事 因为你发现 把走一轮换成人的 而变成一个群学生 投靠自己干部法生意的亲戚 跟着他 见识了奢侈的生活 认识了一个坏来的渣女 求爱不得 亲戚告诉他 你跟着我看走私挣钱 有了钱才能有爱情 你发现这样的替换 故事的内核也完全没变 在我这里 他更像是一个警示的预言 告诫我们 不要过于高估自己的人性 不要过于低估环境的影响 人的堕落往往是潜移默化悄无声息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 从最开始 君子就不立以为强之下 否则下场 张爱玲已经清晰的产名了 过于高估自己对自我的控制 而想要进入花花世界前长辙止 往往会走到自己目标的对立面 越是追求什么 越得不到什么 梁太太自取能操控一切游戏人间 那最后 身边的人 要么是爱她的钱 要么是爱她身边的女孩 为了填补自己 永远不能填满的饥荒 也只能装作不知 游走在他们身边 祈求 片刻的温存 葛威龙 想要婚姻的稳定和富足的生活 却只能靠着出卖色相 勉励维持 年老色穿之时 也许 就会被乔琪找个借口 一脚离开 也难怪她会自嘲 比妓女还不如 当你回首前尘之时 发现 一路走在 满目疮 从这个角度去看着爱玲 你就大概能理解 为何 23岁爸爸 一路将 能经验整个上海滩 你也就大概能理解 富雷为何会将她和陵迅 放在一起比较 说她的作品可以列为 我们本坛最美的首额 本期的分析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 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 虽然会有不同的解读 所以最关键呢 还是你自己把小说 拿起来保证了 也许你看完之后 你就会回来给我留言说 有人说的傻 哎呀 狗屁不通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郑爱玲本人的故事 也可以看我之前做的一期 关于她个人经历的解读了 近期的这个电影 我还没有去看过 那我只希望导演 格局能大一点 直到最后 把这部小说 仅仅是拍成了 情情爱爱 粘粘稠稠的东西 相信视频这么多 我是举人 还是那句话 我会每日在这里 分享我自己世界的 所知所想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欢迎您的关注 下期再见 拜拜